玩爆手以超巨型商場 超便宜的飲食燒肉 必影透明貼紙照 還有雲大熱光保齡球場 玩爆手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我們出發到雲大 其實就是在樓下吃這個brunch 又是體驗韓國不同的漂亮咖啡 打卡 演唱 不過韓國今天是超級熱的 應該大概20多度 看我一身粉紅色的衣著 原本是想介紹一間笑女心咖啡給大家 但是 你笑什麼女心啊 我要去韓劇那些漂亮的屋巴咖啡啊 就是這樣 我即時開Nevermap轉場 找到一間位於雲大罕仔裏的 型格工業風咖啡 平日是我一個負責幫團友們點餐 今天他們就整班衝出來圍著櫃桌的 一個英俊的屋巴 爭著落單 你們究竟是來吃東西還是看屋巴的呢? 觀眾們 我們不要那麼膚淺 我們一起去看食物吧 這裏除了有早餐brunch之外 還有很多甜品吃 而且樣樣看起來都很吸引 他們亦都有自家出品的衣服和杯之類的野蠻 大家記得過來吃個巴 吃完早餐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大家看看我今天穿得那麼Sporty 就知道我稍後將會帶大家去一個 首爾超巨大的商場 玩足停止的 如果對首爾有認識的話 是不是要我會去這個 Yoyidou的現代百貨呢? 不是吧 實在太普通了 我們只需要在三重站的三號出口 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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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這一條條 之後再繼續走 就到了這個超好玩的 首爾超巨大的商場 這個很強勁的 大個BB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三重站的Standville 馬上看看裡面有什麼玩 Cut 一進去地下 是很多不同品牌的折扣區 其實我來這間商場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想玩這間室內運動遊樂場 裡面是有很多不同的運動體驗的 但今天竟然在學校旅行 整班學生逼爆了這個場 我無奈地放棄 那我又下次再來玩吧 大家搜尋韓國資訊的話 一定會看到很多網紅會推介 Yoyidou的Hundae Bekoa 我自己就會形容現代百貨 是主打精品類的大商場 而這間Standville 就比較合家歡 除了有一般的名牌 潮牌之外 還有便宜超市 例如這間No RAM 是有很多便宜高質素的夜晚 地下還有一間超大型倉庫 裏面的商品全部都是大大塊 大大盒 連披薩也是十分之大塊 超大型的披薩 走到累了 我又可以去彈一下漢精幕 四樓是有一間高級漢精幕 很推薦大家進去放鬆一下 門票大約百多港幣 如果和吉仔我一樣 是好動言人士 又可以去打機 我們現在來玩這個韓國的 嘟嘟波 我有信心我會捉到一隻東西回來的 我先看看哪隻漂亮 一倍 嘻嘻 好力的 怎樣的 你沒有一個輕一點的 不要玩東西 哎呀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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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挑戰 借這隻最有機會的兔子 剛才是一千窩 知道這裡就掉了多少顆 嘻嘻三顆的 老闆給多一點呢 一千窩是有五顆子彈 好然後我們把子彈塞在頭上 準備 除了滑溜的兔子 不過最有機會是他 去哪裏 哎 我可以的 啊 開始了 開始了 我到底在叫什麼 文青類的Butter 和Artbox小物店這邊也有 我多喜歡去Artbox 可以發達到很多韓國創意小物 無條件合格 竹合格 夠特別的水族館風格咖啡 好美啊 還有我最喜歡的藍妝店 M Pay 大家不要被他騙了 後面是有兩隻摺 是一萬五千九百瓣 哎 的意思 這件衣服是 三萬九 PK廚房 我們去看看他有多PK 他有多好吃 多PK 而且從雲大過來也是三十分鐘左右 所以特別想推薦這間巨大商場給大家 讓各位多些選擇 不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看到我的影片 是不是很好看啊 哈哈 龍寶箭 由於這間商場真的太廣闊 我們團友走四分之一 就已經累到失去作戰能力 所以這次拍不到很多畫面給大家看 那就讓大家過來慢慢發掘啦 稍後我會分享韓國的留學生活給大家知道 走完商場 就帶大家去吃 任食燒肉 我知道大家一定見過很多人介紹 雲大的荒謬的山肉 但只會去這間 又真的太荒謬了 這次我就會去 位置於雲大隔壁國站的合井站 明倫進士烤肉 無限refill 一萬八千九百瓣 是炭火的爐 所有東西都是自在形式出去夾的 還有提供一些熟食和炸物 是水 任心 大概有幾款不同的肉類可以給大家選擇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這個蘿蔔配烤肉 清爽又沒那麼熱氣 要做超多的菜才可以 是蝦肉 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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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有一個餐包給大家做這個 燒肉漢堡的 我們來示範一次 如何做 先做一塊山菜 然後我們打底豬 吃這些洋蔥絲 然後放上我們的烤肉 三新加兩塊 就可以完成這個烤肉漢堡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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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推薦一間貼紙商店 給大家玩 在附近一間 叫做 大家記得要選擇 透明款 是這間的招牌 挑戰狗格 狗格的姿勢 對我這個MK姿勢王來說 完全是沒有難度 難道九八甲 我現在要選九張 其實相片已經 已經齊齊了 在陽光之後 有一個很漂亮的透明照 大家記得過來拍照 安妞 小王之城 一齊落 雲大猜火 衝啊 猜火 猜火 YES YES 劉王儀真的還幫忙來死了 小王 回民宿之前 買了雪糕鍋膚 真是美好的一天 下一集 吉仔將會帶大家去 南大面 和高速地下街 瘋狂購買手信 記得預訂好彈 鍾鍾鍾鍾鍾鍾鍾 我們下集再見 安妞